Prosity他负责Routing SIPMessage to Colleague 就我自己没有什么能力 就SIP,那Register,Register Server 前面刚刚讲的SIPRegister Server 他基本上是看你,你是谁,你在哪里 他做这件事情 可是怎么样的,走走走,走到 找到那个对方的那个部分 我说用Router啊,没有错 可是在SIP这环境里面呢 就是用SIPProsity Prosity来帮忙Routing SIPMessage to Colleague 那怎么找到呢 他可能自己也找不到 他经过MultipleProsity 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个例子 那Colleague呢,再把 Colleague就是被call那个人 他再把这个Response送回来 这个SIPMessage to Colleague 那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用 所以Prosity有点像是Local DNS Server 就有点像是这个 我们前面谈DNS的时候 有DNS的一个Hierarchy 那这个Prosity有点像是这个 我要找到那个对方的那个部分 好,那这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例子 好,那这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例子 这完整的例子 这个大家两位教授在办公室里面 那他干什么 他先sign 他先signinvite message 那送到这个SIPP的这个 他自己的这个Prosity的 自己的,就是他Local的 就是马州大学 Umax.edu的这个 SIPP的Prosity 那Prosity 他要送 对,他送哪里 他要 他看到这个是送给U-Pen的 所以他要找到U-Pen的这个 U-Pen的SIP Server 或U-Pen的Register Server去check 对,他因为他一个到 所以,但是U-Pen的Register Server在哪里 他很不知道 所以他 他知道了 他就到U-Pen的Register里面去找 所以U-Pen的Register告诉他说 这个人呢 现在已经 出国了 他到法国去了 那这个 那他到法国去的时候 所以SIPP的这个 Redirect的Response 所以这个 这是U-Pen的Register 告诉他 那就Redirect 这个 U-Pen的Message 到这个法国的 法国的这个 Register 就是他现在所在的Register 那 到法国所在的Register以后 然后这个 把InventMessage送过这个 Eurocom这里 EurocomRegister呢 他把这个Forward给到 他真正这个 U-Pen的这位教授 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那然后接下来呢 六七八这里 这六到八 对 就是SIPP的Response 就回来 那 刚刚送的都是那个 invite 那Response就是回来 那回来以后呢 接下来就 两个就 因为我找到了 他在哪里了 IP都有 对 IP都有在IP的环境之下 都可以解决的 一开始 一开始找的时候 你就想像很像在 在这个SIP的Initiation 那里面呢 有一个类似DNS的 那么一个Hierarchy在那里 在那里 让我们可以找 那周恩 他怎么 他怎么知道他在法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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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同学怎么 他为什么知道他在法国 我到法国去 那重点是你要开机 你不开机就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 他也要在那里 他这边他也要连上去 他有这个需求 他也要做SIP Phone 他也要跟别的SKY 他要打免费电话 所以他上去的时候呢 一样的 他上去的时候 他一定要到 签到Local的Register 一定要到 到这个 到这个 他自己的Register里面去登陆 登陆以后 所以他现在在法国 就知道了 我把这段 一点点 那VIP的 部分 其实我们一大主要的 已经谈完了 那VIP 自然有很多 很多公司里面 他事实上 也是 都要省钱 很多东西都透过 VIP的 这个来做 这是一个架构 那PSTN 是Public Switch 的Telephone Network PSTN 就是我一般讲 传统式化 就PSTN 那他透过 Kateway跟Internet 所以SIP VIP都是在 这个Internet上面 那当然 我们在Internet上面 感觉起来 我用骨干的 就便宜 那当然 你说Sky 为什么他的 这个Performer比较好 他还是有跟电信业子 还有还是有做后 后端的频宽的 这个买卖啊 走什么路线 那个我们这 不是我这边客谈的 但是我们就技术而言 这个很像上Internet 就感觉很像是免费的 其实他都不是免费的 那 那这个 这是Access Point 的一个意思 那 然后 这个是一个 某一个公司的 某一个公司 他的提供一个Solution 他把很多Protocol 然后在上面 怎么样 很多很多编码方式 那这个是给大家参考的 我就不谈 某一个公司 Solution 那 那相对于SIP 还有一个Protocol 叫H.323 H.323呢 那 他是 也是 他是另外一个这个Signaling的Protocol 那他 他为的是Realtime 跟Interactive的 应用 也都可以做 就是我要 我中间要怎么样的来 来这个 传递 那他是对一大 一大 很多多媒体的应用 做交谈式的 他比较复杂 然后他是一个 H.323 他是一个 Integrated Switch Protocol For Multimedia Conferences Signaling Registering Admission Control Transport Codec 所以他基本上 把所有东西通通都包在一起 他是电信业 一起提出来的 一个比较复杂的整套的 那SIP 相对于 他只是一个 跟RTP合作 他只在做Session Installation的 这个Protocol 所以 两个相对起来 他们很多人把他们两个对比 可是呢 其实H.323 他是由这个国际电信组织 ITU 就以前叫CCITT 好像我们上次在无线的时候 也稍微提过 那他 他的 他们的 他们的这一个 处理 处理这个多媒体讯号的 这么一个 Protocol 由电信业提出来的 那SIMP 基本上你可以想出来 是有Internet 有电脑页提出来的 那所以SIP Count to IEF 所以他 他继承了这个 Browser HTTP的这些 有Web Favor 那 那H.323 他是Telephone 的Favor 那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Kiss Principle 就Keep it Simple Stupid 很多时候 我们在错 写程式的时候 说要 你用什么样的Solution 最好 用Simple Stupid 的Solution 你用复杂资料结构 你把你自己的 复杂资料 把自己的复杂柱提高了 那 其实 在实务上面 有很多的例子 OK 那我想我们这堂课 就是先到这边 等一下我再来谈QS的部分